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馬英九行程大變更重頭戲來了嗎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行程呢 我們剛才有看到很多連線報導 有沒有 8點45分 參訪了辛亥革命的博物院 然後 10點45分 剛才呢 如果有繼續看易徵的新聞 他去參訪了這個武漢肺炎 COVID-19的武漢保衛戰展覽 馬英九呢 在參觀這個展覽的時候 都非常的認真 另外呢 在下午的3點40分呢 等一下啊 會到這個武漢大學的校園 跟學生來交流 座談 我們的特派記者也跟著馬英九隨行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來自現場 第一手畫面 好 歡迎大家持續鎖定喔 那麼所到之處呢 我們可以看到官員都隨時在撤 然後呢 民眾的反應 哇 拿手機又是揮手的 熱烈的歡迎 那麼接下來重頭戲是什麼呢 往上來看 晚上的時候 現在已經確定囉 原本還是傳聞而已 要來見宋濤 國台辦主任 好 這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見面喔 因為呢 宋濤被視為是習近平的親信之一 再來 他曾經擔任過的職務 大陸外交部的副部長 在外交部工作過 外交部的前官員 中共台灣工作辦事處的主任 好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陪同後續湖北湖南的行程呢 如果有可能的話 哇 那這個行程呢 真的就是大陸高度的重視 這個層級呢 真的是越拉越高了 相反的 你看蔡英文 在這個訪美行 當然呢 這個比較馬上就出來了 接下來呢 我們先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今天呢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行程 就是參訪了這個辛亥革命的紀念館 那麼這個馬英九呢 站上了國父孫中山 曾經發表演說的這個獎台 然後呢 他還興奮的高喊 三民主義 武權憲法 還當場考考同學武色旗是什麼喔 我們帶大家來看解答 在滿黨的鐵人行程中 仍不忘慢跑 前總統馬英九一大早 就穿著全身運動服 帶著學生們跑起來 聽到台灣媒體呼叫馬總統 立刻揮手微笑 馬總統早 昨天有去吃什麼小吃嗎 我現在還沒有音樂 不要吃 訪錄第四天 一群人在湖北武漢 前往辛亥革命武昌奇異館 來到國父孫中山 曾經發表演說的獎台 馬英九興奮的站在獎桌後 學偶像的廣東口音高喊 看到獎台後方的兩張旗幟 他當場開啟馬英九小學堂口音同學 這位同學右邊是什麼旗 牆上一面是中華民國陸軍軍旗 一面是五色旗 是中華民國第一面法定國旗 象徵武族融合 馬英九今天來到這個辛亥革命的博物院 裡頭有很多關於中華民國的文物 而他停留最久的呢 是一個叫做孫中山的原因重現 他在那裡至少站了三分鐘 看得出來曾說過偶像是國父的他來到此地 讓馬英九駐足的是當年國父為中國晚報錄製的愛國演講 宣傳革命學說 事實上馬英九此行從南京到武漢 大陸官方高規格安排 直接讓他們走貴賓通道直奔高鐵月台 他所到之處幾乎都進行了危安管制 大陸民眾無法進入 只能在路旁或門口等待 有如迎接舉行 而馬英九看起來心情不錯 下午的重頭戲 國台辦主任宋濤將與馬英九見面 並在未來幾天陪同他進行在湖北湖南的 祭祖掃墓行程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再來呢 馬英九的大陸祭祖行程 我們持續帶大家來關注 好 這個行程呢 很多的這個既定行程 都變來變去 可以調整 行程是客水主變嗎 但是各位有重頭戲來了 為什麼要調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麼現在這支消息 證實在今天晚上 馬英九要見到國台辦的主任宋濤 好 這非常關鍵 因為呢 宋濤被視為是習近平親信之一 而且他以前擔任過大陸的外交部副部長 他也是中共的台灣工作辦事處的主任 那會未來 接下來會不會陪同湖北湖南的行程呢 不知道先打個問號 但是我們從明天的行程 今天的行程 明天行程來看 或許看得出一些端倪喔 我們來看兩岸 二度破冰 馬英九的行程 首先呢 今天下午要去這個武漢大學 但是其實呢 這個行程原本是明天早上 所以現在你就會發現啦 明天早上行程就空出來了 那麼到底這裡面是不是有玄機呢 是不是有安排跟什麼樣的貴賓見面 所以才取消呢 好 明天的行程來跟大家做個預告 明天下午呢 搭高鐵到長沙 然後要參訪周南中學 周南中學建校於1905年 1968年以前是女校 那馬英九的媽媽的母校就在這邊 所以馬英九來參訪呢 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另外呢 其實馬英九在大陸啊 這個這趟行程呢 他也很自然的情況之下呢 講出了中華民國 講出了前總統 那其實啊 很多這個小綠綠塔綠班啊 本來就一直在拼 一直在酸啊 不看好 覺得你一定不敢講總統 你一定不敢講民國 結果沒想到 馬英九全都講了 先例一位蔡政委員表示 這個就是兩岸各自表述啊 也打臉不少台獨人士 不過蔡政委員認為 這些台獨人士 不是王世堅 不會兌現承諾去接擊的 馬英九是在這種 面對面談話的時候 並不是一個正式的會議場合嘛 就是一個接見 會面會談的時候 他談到說 我們兩岸之間的交流 我在台灣總統任內的時候 什麼什麼 那這個大陸能不能 在這種場合能不能容忍啊 當然可以容忍 為什麼不能容忍啊 因為大陸加上一個框架說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期間 這也合乎我們的憲法 因為我們的憲法 我們叫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啊 所以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 領導人就是總統嘛 這個當然就是他不願成你官嫌 可是這個東西 我們也沒有什麼好否認 他真的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 領導人啊 不是嗎 難道我們中華民國沒有寫個 兩岸關係條我們台灣地區嗎 有嘛 而且我們這個領導人 並不是整個中華民國的國民選出來了 我們只有台灣地區選民選出來 當然台灣地區領導人 那馬英九說 明白講 沒有錯啊 台灣地區 那我是台灣地區 我的官嫌叫總統嘛 所以兩方面並沒有去互相駁斥 可是各自表述 我這樣認定你 那我這樣自我認定 我就不曉得民進黨好像整個努力 在挑挑這個什麼 有的沒有的 好像挑不起來 比如說什麼 如果馬英九敢在中國 喊中華民國四個字 我們要找台獨的街機 來啊 他們不是王世堅啦 王世堅講話算話 這些人講話是不算話的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它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 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 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